在林冠青选战最新状况 民众们的总统后者柯文哲 还有党内小级邱成员 目前正在中和进行 扫街败跳 而其实柯文哲整个全台 大扫街的这个活动来到尾声 倒数两天都在 新北市就是要来 重彩侯友宜的本命 可以看到现场是有不少 的支持者是沿街的 摇旗大汗要来给 柯文哲加油打气 而柯文哲就在烧倒的时候 也接受媒体访问 喊道是说因为赵兽康是 喊出要把票集中投给 侯友宜 如果投给侯友宜就等于 投给柯文哲 柯文哲对此相当不以为然认为 但判斥直接投给柯文哲 就好了何必再多此一局 而其实选战到了 最后两天的冲刺阶段 所有候选人们 全部都是在进行 降下的这个肉搏 披战就是希望能够 争取更多的支持 而柯阵营之前在谈出了 要做三点机会 呼吁选民早点回家 早点睡觉 以及邀请家 早备早点来吃早餐 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 判桌上面的机会 能够让早备们也认识柯文哲 而选战最后阶段 每一个阵营都想要祭出 最后的这个冲刺 希望能够获取更多的选民支持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 最终状况 再把时间镜头召唤 谢谢 咱剑 咱勿扶 摇草 咱勿扶 咱勿扶